刚刚收到了两件快递 你们猜一下这个是什么 从老家那里寄过来的 看一下那里写着广宁两个字 这个是杀人来的 这个杀人的胯竹竹晒了一个星期 足够干了 刚刚我搬上电梯的时候 可碰到这个箱有点烂了 这个里面还装了一个薄膜袋 差点都露出来了 好了,我现在来拆开给你们看一下 这一箱我已经打开来了 来看一下 哇,今年的杀人品质真的是挺好的 刚刚晒干出来的 剥一颗来吃的话 它有点微甜 今年的杀人真的是长得足够够老了 我以为他昨天晚上送过来的 谁知道昨天晚上他说太晚了 不送了 今天早上才给我送过来 我现在要赶紧打包给大家发货先 因为有的朋友已经等了大概一个星期了 我上个星期天的时候 星期几啊,星期五还是星期六的时候回去的 今天已经星期五了 所以你还不打包给朋友们发货的话 我都说不过去的 不过这个也要晒干才能发货啊 是不是 让大家久等了 我就把那些枕再挑一下再给你们发 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作用的 这个可以用来煲汤啊,泡酒啊,那些都可以 看一下我整理出来 这里我撑了一下,这里一盆的话就是一斤 一斤就有这么多了 昨天晚上我以为那个快递小哥会帮我送过来才下班的 他说他已经够钟下班了 他让我过去拉就拉,不拉的话 就要今天早上才送过来给我 结果昨天晚上太晚了 我上直播的时候没有注意看那个信息哦 所以呢,今天早上才收到的 我现在来装好,等一下发货 看一下,我是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回去老家的 那时候都已经有人开始跟我说帮他们订的哦 所以呢,我怕忘记了 我先把这些快递单打好出来了 这样的话就预防会发漏货给大家了,是不是 我现在看单发货就可以了哦 本来以为昨天晚上可以寄出去的 谁知道昨天晚上没到 啊,有的外省的朋友啊 不知道这些杀眼是有什么用途的 这个的话,怎么说呢? 如果想寄到详细一点的话 上网去搜索一下也行哦 这个,对于那些胃不舒服啊 那些啊,或者是,呃 什么,孕妇呕吐啊,可以挤蟹啊 这些,呃,小朋友胃口不好啊 这些可以蒸一点瘦肉汁 也可以煲汤哦 这个中药味蛮大的 我削了一下那些梗了,然后再给你们发货的 所以呢,你们放心哦 这些晒了足足一个星期已经足够干了 呃,这个也很老了哦 因为长到已经离壳了 如果再长的话,因为山上面呢 有那些野生动物哦 比如那些鸟啊,还有那些山上面的那些老鼠啊 因为它甜嘛,它会偷吃 所以呢,如果长到现在摘不摘的话 就会被那些东西吃完了 所以呢,这个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 必须要采摘了 你们收到货的,呃,也可以剥开来试一下 呃,看一下它甜不甜哦 我试过很多个了,都是挺甜的 再撑一下 好啦,这里就是液晶了 等一下弄好 这个应该要拿几箱来装 然后打包好就可以给你们发货了 液晶的话也能用很久咯 他们都说我们广陵沙盐那么贵啊 其实我们广陵沙盐是不贵的 呃,最贵的话就是阳春沙盐了 阳春沙盐的话,我听他们说起步价都要400块钱 然后最高的好像是买到3000多还是4000多块钱一斤 不过只有一个村里面的是三四块钱一斤的 还要预定才有货的,我听说 看一下我已经把这些沙盐挑笋出来了 这地上的正在挑笋了,那一箱已经倒完出来了 看一下这些梗,我都已经把它挑出来了 有一些是那些果塞的不是很好的 我就把它挑出来哦,为了保证品质 所以呢,我都是精挑过,再给你们发过的哦 请拍着我肩膀